好 最近天气不稳定 又是冷又是下雨 不过还是不减民众环岛的热情 有一名富人从南部出发环岛 那么到了玉里的时候 天色已经昏暗了 还下着大雨 那么人身地不熟的富人 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刚好三名派出所远景看到了 马上跟疫情来联络 那么几名合作协助正名富人 前往瑞穗住宿 才不至于困在车辆多的台九线上 最近天气不稳定 又是冷又是下雨 不过还是不减民众环岛的热情 一名富人从南部出发环岛 到玉里的时候天色一暗 还下大雨 人身地不熟的富人 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刚好三名派出所远景看到 马上与一景联络 就这样子哦 好不好 好 好 有啊 我躺 小心哦 待会儿 那你自己想想看朋友住在哪里 好 这名穿着黄色雨衣 不仁拉着三轮车独自行走在路上 因为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外头风雨交加 并且视线昏暗 生怕富人发生危险 就马上协助将富人再到瑞穗住宿 这边比较亮 这边我们就比较放心了 谢谢长官 谢谢 本局长陈慧文也呼吁民众 环岛旅行的时候 不仅要注意交通 以及人身安全之外 更要留意气候变化 才能够平安顺利返家 记者高双双 玉璃镇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